全油管最快新闻,上海第三批次首轮工地结束,土地高总价、高品质、利润空间压缩。 央企、国企具备优势,但竞争仍激烈。 新规则新增净品质环节,央企国企开始新一轮淘汰赛。 本次工地14家房企参与,数量减少71%,民企缺席。 央企国企包园投资格局形成,保利发展、招商舍口、项羽等积极参拍,部分企业急于在上海补仓。 随着规则变化,央企、国企将具备更多优势,但竞争依然激烈,即使是央企、国企也开始了新一轮淘汰赛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